第一晚夜宿凯道 罗志强带着大家 隔天就起个大早参加升旗 要叫醒总统府装睡的人 这还只是第一天就有立委蒋万安 洪梦凯 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等明星级的政治人物来声援 请问蔡英文的绰号是什么 蔡英文出号是什么 省影总统 空心菜 空心菜就是基本上没有论述 省影总统就是躲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躲起来了 就是因为他怕 只有他怕的时候他不会躲起来 把我们的一些理念传播出去 面对接下来的公投之战 尤其是民进党国家机器 排山倒海的抹黑 那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努力跟用力 在总统府里面的人 他们在装睡 所以刻意的叫不醒 蔡总统以前跟我们说 他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 他们说如果呢 你讲第一次我听不到 你可以再讲大声一点 第二次听不到可以再大声一点 第三次听不到呢 你可以翻桌 你可以拍桌 可是实际上面 这四项公投的诉求 我们讲了这么久了 蔡政府他们有听到吗 对比民进党的公投说明会 蔡英文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 轮番上台 服务全力出动 罗志强说 国民党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之后还有大咖级的神秘嘉宾 也有特别公开的邀请 就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也来玩鱿鱼游戏 听说是把一号留给他 一号留给他 一号留给他 但是蔡总统应该是不会来 现在很近 他走过来很快 中网董事长赵绍康 也响应罗志强的 夜宿凯道49天活动 并公布反制蔡英文的最新口号 四个同意就是民意 希望蔡政府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 记者李嘉宇 郭先杨 台北报道